欧金仙移居法国,疯狂决定可能会精彩。 42岁,孤身艺人,家有一母,千居一国,新工作未有着落。这些都不是障碍。 本地前艺人欧金仙毅然跟新传媒主管时未说再见,往法国巴黎飞去,寻觅新生活。 临请前夕接受联合早报专访时,欧金仙借机呼吁年轻人,不要被别人的劝阻束缚,要勇于追寻自己的幸福,疯狂的人生决定,后果可能是精彩。做好月薪减25%心理准备。 今天当你在阅读这篇报道,欧金仙已经飞抵巴黎,住进第四区,也是有名的同志区,犹太区,很有文化艺术气息,一间有花园的房子,月租四位属心园。 虽说他在本地有两间房子,一间给母亲住,一间放租,终究工作还没着落,而且及时找到,很可能是营业相关职位,他也做好月薪下调四分之一的心理准备。 但是欧金仙毫无悔意,我相信那里蓝色的天空,美丽的撒纳和风光,还有我可能遇到的人,都可能是不长。 他原来在新传媒担任时尚网站主管,以及时尚杂志出版人,2月离开他服务了22年的新传媒,前面10年当艺人,中间5年领取公司奖学金出国读书,最近7年则当行政主管。 每次做决定朋友都反对,针对他的辞职权中各有说法,但官方原因是,这里的生活太舒服了,当你一直在升职,你会越来越自大,不再虚心学习。 他笑说自己每10年就有惊人的动作。 20岁入行,30岁退出去读书,现在42岁离乡背景。 我过去每做决定,很多朋友都会反对,现在也是,反对我从零开始。 他感恩这些年在工作上所学良多,并自爆两年前当公司重整结构时,主动要求他转当艺人主管,毕竟他是艺人出身,自问更了解艺人,不料在面试时不敌另艺人选。 现今媒体发生巨变,本地电视面对外界强大的竞争,不如当年凡胜,他认为艺人持续外流下,电视台没有很系统化的栽培新一代,呼吁要把演员当宝,不要把他们吓跑。 也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应负起更大的责任。 未来会做什么? 欧金仙,生育叫不可能。 未来的欧金仙有可能做什么? 结婚,读博士,从政,都有可能。 婚姻状态一直是迷。 欧金仙的婚姻状态一直是迷。 几年前他曾主动对外宣称离婚,后来又自认单身,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个转变? 对此问题他一直闪避不谈。 不过这回,他直接回应记者。 我当年接受法国男友求婚,戴了他的戒指,因为那时太多人催婚了,所以我就自行宣布已婚,但是后来我们分手了。 我很怕一直被读问,感觉不舒服,也担心影响家人,就没有再多说。 他解释,分手导音是对方要跟着他来新工作,但他念的是罗马考古学,在本地根本找不到工作。 一笔终结了爱情,两人最后变成朋友。 记者问他这回一句巴黎,渴望再许前缘。 他已经去伦敦,而且有女朋友了。 别担心,我觉得我会有谚语,哈哈。 他笑说,其实自己很喜欢孩子,当年也想过冻卵,可惜本地不合法,所以声誉对他来说比较不可能了。 是本地演艺圈的学霸。 是本地演艺圈学霸。 是本地演艺圈学霸。 所以他未来应该会继续办公读,以博士学位为目标。 问他有无兴趣从政,他回答,我念过欧洲宪法、国际法律,未来可能会念爱交。 我曾经想过从政,但让我再修炼几年再说吧。 我以前以为只要爱国,做事有魄力,敢说敢做,就可以从政了,长大后才发觉,政治其实有更复杂的一面。 从目前转到幕后,欧清仙自嘲一些人连他的名字都记错了。 有一次我被一个榴莲摊贩叫成欧轩,我以为他认错,可是接下来他问,你读书回来了?看内容有没有认错,我倒是好奇欧轩有没有被人叫成欧精仙,哈哈哈哈。